卢州区光明里成立环保福利社 虽然因为空间不够的关系 里长并没有在服务处特别陈列出来 但里民一旦有购买环保商品的需求 都已经习惯直接到里长这里来登记 爱护地球维护环境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采用环保商品 卢州区光明里响应环保福利社的政策 就提供里民团购环保商品的服务 我们到以衛生纸 洗衣精还有洗衣碗精这三类 因为家里都会使用得到 有些产品他比较有些比较不普遍 我们到时候以这个比较大宗 大家都平常家里面每天都用到的东西 为大宗在粥鸡里面一起来购买这样 欢迎我们大家大家一起来购买 为了环保我们地球环保 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自研永细的使用 我们大家一起来购买环保产品 欢迎我们卢州市的市民 区民大家一起来购买 如果是需要购买也可以到跟我们光明里这边 一起来纠纵一起购买 包括一般民众经常用到的卫生纸 洗碗精和洗衣精 过去因为部分成分容易造成对环境的破坏 民众使用环保商品就能避免这样的伤害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也渐渐提认到环保的重要 就自研永细使用这种概念 所以刚刚当初环保机在推动这种环保商品的时候 我们就是支持我们环保机做这种工作 那我就纠结我们一些里面 去买一些东西这样用团购方式来买 里长也希望这一项有意义的行动 可以有更多人一起响应 因此不局限于光明里的里名 只要有采购这三项环保商品的需求 都可以向里长联络 记者方坚凯 林锦瑜 卢州采访报导